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有沒有什麼最好的例子是買了再說的 就一些東西 So what is your best example of buy it before you need it? 所以在你需要錢先準備好了再說 我個人覺得電池啦 或者我會肥皂牙膏之類的多半都會先儲備好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很多人心裡面都有一個清單 You probably have a list in your heart of the things that you should buy before you need 所以這邊看下去第一個人說的是 epiPen 我剛剛找了一下這個東西是什麼玩意兒 所以我們來找一下什麼叫做epiPen epiPen 這邊馬上竟然有中文的搜尋結果了 總之這個叫做宿舍型的腎上腺素 OK 那那個epi的那個字啊 我想要把它找出來 然後它長這個樣子 OK 長這個樣子 所以epinephrine epinephrine 就是那個腎上腺素 其實它有一個詞叫做adrenaline adrenaline比較常看到 adrenaline 那這邊另外一個詞叫做epinephrine 不是很好唸喔這兩個字 adrenaline還常常會加一個rush這個字 腎上腺素爆衝 可能就會做什麼事啊 會做一些 例如說突然間抬東西抬得起來或之類的 像說火災現場 身上腺素爆發 突然間你的沙發都抬得出去 電腦主機爆個兩台之類的 adrenaline rush adrenaline adrenaline 好所以第一個人說epiPen這個藥買 是嗎 好像喔 那你知道注射幹什麼吧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可以很快給你看一下 所以它事實上是來幹嘛的 就是你突然間發生緊急的事 就過敏的時候 所以過敏的時候拿這個啊 注射下去 就可以 它能夠 緩和掉你的這個 你的過敏這樣子 OK 所以這玩意兒對外國人來說常備的 我個人真的覺得外國人的過敏症 比我們台灣人嚴重很多 像沒事有些什麼peanut allergy之類的 那我們現在我們像我們台灣吃很多東西 都有peanuts 我個人也超級喜歡peanuts 可是外國人為什麼對peanuts 過敏的比率這麼高 I don't understand but that's what it is 所以 下面的人馬上回應了 所以第一個人說epipen 我們應該要 buy it before you need it 下一個人他做了pharmacist 他說他是一個pharmacist 什麼是pharmacist 藥劑師 所以他用一個藥劑師的身份 來回應這個留言 這個第一個回應 one of the most obscene things about the recent price gouging is that this is an item that people purchase before because they hope they never need it 所以蠻有道理的 所以他說這是一個最obscene的事情之一啊 所以這個obscene的意思就是 我對他的理解就是很誇張 很扯 obscene 我找一下obscene這個字的中文好了 我突然間腦袋還是要翻不過來 ok obscene 形容詞 offensive disgusting ok 我都講中文了 這樣翻譯贏喔 對不起很奇怪喔 ok 下流猥褻 粗俗 ok 這樣子的翻譯 所以obscene 害人聽聞 所以我剛剛講很扯 也並沒有說錯 ok 令人震驚 所以哇他的意思你看這麼多 所以這個字學起來還蠻不錯的 他能cover的 範圍這麼廣泛 下流盈潰 噁心粗俗 上風敗俗 害人聽聞 令人震驚 obscene shocking 大家都行 ok 好所以這裡 one of the most obscene things about the recent price gouging 所以有關於最近的這個 price gouging這個詞啊太好了學起來 所以price gouging gouging這個詞啊 其實我最熟悉的地方在哪你知道嗎 我們 我喜歡看UFC 就那個終極格鬥冠軍賽 那那裡面就你知道各種格鬥機亂打嘛對不對 他裡面有一個有一些招式是 雖然說他是一種格鬥機就摔角手可以跟拳擊手打拳擊手可以跟 柔道家打柔道家還是也可以打跟karate那個空手刀打所以他 什麼流派都無論你是什麼你可以混在一起打 那但是他還是有一些規則是 不能 就是不能 就有些有些是不能做的 簡單說就是 就是不可以打後腦 You cannot you're not allowed to hit people's you know the back of people's heads 所以後腦不能打 所以像拳擊的話 他直接會 只會說 No hitting below the belt 可是 但是 這種一種格鬥技 Below the belt是可以打 腿啊 小腿大腿都可以踢是沒錯的 所以就真的不能打那種 Gennital的地方這樣子 好然後還有還有什麼事不能做 他們有個招叫做 魚鉤 就你不可以這樣 OK 這樣是犯規的 你會想說怎麼可能這樣 事實上有可能 你真的 插進你對手的嘴巴 他連咬你的手指都來不及咬 他就開始 扯你的臉 所以這個好像就fish hook 如果沒記錯的話 因為真的很像魚鉤 還有再來就是 不能挖眼睛 所以他就用 Gouge這個詞 Eye gouging 是不可以的 所以Gouge就是這麼 噁心的一個動作 就是 這樣子 就 Gouge 所以什麼叫price gouge 他的意思其實是 就是 就是price hike OK 所以這裡也多打一個詞 所以hike就 什麼東西往上hike 你想hike不是 健行嗎 那麼 這個hike多半是往上升 OK 所以hike up the price 所以price hike price gouge 所以這裡講一個 所以 最近的這個price gouge 讓他覺得很噁心的部分 就是 is that this is an item that people purchase because they hope they never need it 因為這是一個大家買來啊 然後希望永遠不會用到的東西 所以他認為這個是 漲價最噁心的部分 似乎有他的道理在 OK I guess you make sense Alright carrying on 下一個看一下 Fire extinguisher 好很多人可能對這個字也不是很熟悉 但無論如何寫一下 Fire extinguisher 就是滅火器 滅火器 這個字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應該 很容易可以吸收下去 下一個 Toylet plunger 所以我們今天學一堆名詞 Toylet plunger就是那個 喜馬桶的那玩意 多半是黑的 這你應該知道 我應該不用講 是什麼東西 不用給你看 Medicine 所以 兩種藥他說需要買 OTC跟 Prescription 所以OTC是什麼東西呢 所以藥呢 我們有分那種 零貴的藥 零貴藥 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重點 OK 所以零貴藥叫做 Over The Counter Counter就是你知道 結帳櫃台 所以 你在櫃台就可以說 我要普拿藤 普拿藤拿給你 所以你直接櫃台 過個櫃台就可以買了 所以叫Over-the-counter drugs Over-the-counter medication 那另外一種則是需要 醫師處方的 所以呢 另外一種就叫做 Prescription drugs OK Prescription drugs 所以這樣不一樣 處方藥 跟零貴藥 這樣子 好那沒問題 呃 好那這 這一點也OK了 下一點還有嗎 下面講這個 這個就好講多 但無所謂我們可以看一下 呃 我是不是跳過一些 啊 好大概這邊有幾個 所以這邊有一個 他說的是 A will 呵呵 什麼是will呢 遺囑 OK遺囑 所以要先準備好 是嗎 好 呃 然後還有 下面這一個 去我這邊點了點去 有時候跳了一些 沒有 這個沒有 呃沒有 好OK Excuse me 來 那我們下一個說的是 Wed Dry Vacuum 還有 Wed喔 我還真搞不清楚 所以乾濕的那個 Vacuum是 吸塵器 OK Plunger 跟 Toilet Snake 有個才叫 Toilet Snake 我在猜他就是那個 通馬桶的東西 因為我也有 他真的很像一條Snake OK 所以flashlight 手電筒 以及很多的 Backup batteries understandable of course 下一個人這邊說了 這邊也可以學到很多字 Car Emergency Kit 我叫他Kit這個字就小盒子 所以像那個急救箱 我們也叫 First Aid Kit 所以Car Emergency 車子的這個緊急救車的一個Kit 裡面包括一些什麼東西呢 Jumper Cable 一黑一紅 接電的那個 霧燈 我知道 然後他可以fix a flat spare tire 所以能夠來修 修一個 flat tire是爆胎啦 這個我們有講過其實 OK 那 甚至我們好像有把 用blow out這個詞來說 但無所謂 spare tire是備胎 然後Jack Jack是什麼 捷克 千金鼎 OK 所以 這個詞我們也 千金鼎 學一下下 蠻生活上的 還有basic first aid kit 所以基本基礎的一些急救的 以及還有 road reflector 你都可以猜到他是什麼 說實在 因為reflect是反 反光反應之類的意思 所以 放在路上那個三角 三角的那個 差點講三角鐵 不是 三角那個sign 可以讓人家說 前面有意外 這樣子 所以road reflector 我個人是沒有這玩意 我真的覺得每個人車上應該要有 可是我車上是沒有 OK 好所以這講一大堆 其實這OK的 他後來補充一大堆 我大概不想看 說實在 呃呀 Sure 好 我們到這裡是不是也夠了呢 Carbon monoxide detector 酷 液氧化碳偵測器 好像也是 That's a good one Alright Umbrella廢話 還需要說 好啦我講這個也可以啦 我覺得不用再看下去 來 所以我們複習一下下 複習時間 Adrenaline 剛說的是那個 腎上腺素 所以他說 他們說這個 你有什麼東西買了再說的 再有需要錢先買了再說的 Adrenaline的一個這個 他就叫 EpiPen OK EpiPen Epin Epin Epinepinephrine Epinepinephrine 這個字我真的還蠻少見到的 Epinepinephrine 用 也不是猜的 我剛剛前面有稍微找一下到底怎麼唸 這個Nan是有發音的 否則你可能會唸成 Epinepinephrine No Epinepinephrine Epinepinephrine Pharmacist 藥劑師 然後他說他覺得他看到很扯的一件事 很扯的 可能就可以說 很Obscene 所以這也是一個今天我覺得不錯的標題 我現在在思考我這個影片要怎麼當標題 我有一點想要把那個 林貴藥來當成 標題 你知道林貴藥英文怎麼說嗎 然後就可以來當 Clickbait 人家說 我好想知道林貴藥怎麼說 Clickbait 或許我用 很扯的英文怎麼說 Obscene 好像也不錯 所以我再考慮一下用哪一個好了 不然兩個東西也可以 說真的 Price Gouch 那個 價錢往上標 Hike 也可以啦 然後 Fire Extinguisher 滅火器 Toylet Plunger 那個 通馬桶的 那一根 黑黑的 那個 Over the Counter Drug Prescription Drug 剛剛講的非常清楚 林貴藥跟廚房簽 Jumper Cable 霧丹的那一個 Flat Tire 爆胎 Spaired Tire 是備胎 Jack叫千斤嶺 我有個表弟 他就叫 Jack 從此以後 我要叫他 千斤嶺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